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晚由曾子麟和颠当 还有阿赞和你一起看天气 受到南海一个广阔低压区的影响 香港今日的天气都不太稳定 日间大致多云 有几阵骤雨 首后雨势会增多 吹和换至清净的东北风 不知明天的天气会如何 一起看颠当的预测 感谢颠当 预测明天大致多云 有骤雨 首后雨势有时颇大 市区气温介乎24至27度 相对湿度介乎80至95度 接下来看未来几日的天气 一个广阔的低压区 会在未来几日 继续为我们带来不稳定的天气 而一度高压值 亦逐渐在中国东南部建立 广东沿岸风势会增加 预计本港周末 会有狂风大骤雨 气温介乎25至31度 接下来看环林地区的天气 澳门、深圳、广州和东莞都会下雨 四个城市的气温介乎23至31度 另外四个环林城市的天气 珠海、佛山和韶关有雨 中山会下暴雨 气温介乎22至27度 最后看四个主要的城市 北京、天津和成都多云 上海有雨 天津最高气温有31度 今晚叮当天气余报社讲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